地震发生当下又是在深夜 民众在睡梦中感受到了地牛翻身 不少人被惊醒之外 还有人是来不及逃难 灾区遍地是木材还有瓦砾 统计数据死伤都分别超过了百人 可是救难队得清理山坡道路 才能抵达灾区 同时总理达哈尔也展开了灾区视察行动 另一方面是民间的部分 当地的蓝皮尼茨记志工刚好 在地震发生的隔天是精进共修日 众人是见苦之福来为灾民祈祷 后续是否会有进一步的慈善协助 还有待讨论